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 到進區內了 台北熊燈坐過來 就聚了 GO 我是8號的高成恩 接引到了隊友在右路的一個橫穿球 所以就順利的一個第一時間破網 來自右中場何欣柔的助攻 我們在看一次重播 這個壓迫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相當的可惜 在前半段的進攻跟防守上面 還算是有來有往 台北熊燈的李宗盛現在在撞牆之後拿球 看能不能塞過去 這邊一個解威的失誤 直接射門 哇 結果給了林雅涵 再給到右邊 核心柔第一時間給到後點位置 門將 徐元廷把球給抓住 No problem 看一下中間局員進去外面 找到了沒收 然後打完直之後明哨 吹的是 對熊戰的犯規現在 楊小娟這邊了 爭取到了一個 天堂的自由球的機會 不機會這個球掉過來 不錯喔 左路的一個傳中 中間準備強點 還是 黃玉婷先一步的把球給抱住 幾個轉身之後 一直找不到銜接的點 最後給到右邊 徐毅雲 指揮官自己上前線 傳衝 我們因為還是先一步 好這邊 又到底線前了 再做 又是 又進了 GO 又是高承恩了 這場比賽的沒開二度 而且 就像是一個 翻板一樣喔 好像是那個 影印一樣喔 而且這個球其實 高承恩還做了一下身體的表情 沒錯 他射門之後是在後退 而且 他自己在要往前傳球的路徑上 發走球員是盯得蠻 位置蠻好的 對 這時候裁判吹響了全場比賽結束的 然後 臺北熊戰 play one 就是靠著 八號的高承恩 在上下半場各進一球 而且呢 都是來自何錫柔 右路下底的回敲助攻 讓他們呢 在新球季的第一場比賽 順利的是在台北田徑場 以2比0 全取三分 擊敗了桃園戰神 在台北小城市場地區